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从来未参加过最高会议啊 真眼尊者有些期待 我也是 罗锋一笑 走 二人意识连接虚拟宇宙 去众神山 罗锋站在雷霆岛上山腰自己的宫殿内 轻声道 众神山众神殿便是最高会议举行之地 最高会议便是在今天举行 而在虚拟宇宙系统广发邮件通知之时 众神山就会自动开启 至于平常 却只一直关闭的 云雾缭绕 山风盈盈 一道道人类强者 身影接连出现 罗锋 真眼尊者也一前一后出现 老河 罗锋 罗锋 当罗锋一出现 顿时引起不远处 正在交谈的一些 宇宙尊者的热情招呼 九言 雷鸣 罗锋也和一位为宇宙尊者打招呼 人类族群 宇宙尊者和他关系好的 还是有很多的 罗锋 那非晶王逆转时空复活后 可给你带来不小麻烦吧 一名语义男子笑着说道 嘿嘿嘿 灵魂类至宝 飞行宫殿类至宝 恐怕很多一族宇宙霸主 都眼馋生出贪婪之心 你以后啊 可得小心了 罗锋走过去 是有些麻烦 不过那些义族想要杀我 也要看他们实力够不够 说不定啊 反被我击杀 好 面临如此危境 还这么镇定 不愧是刀河啊 与义男子端的酒杯 雪翼 你别取笑我了 罗锋笑着摇头 罗锋虽然结识了很多宇宙尊者 可有些紧紧属点头之交 真正脾性相合 一见如故的很少 雪翼尊者便是其中一个 雪翼尊者是出了名的孤傲 不好相处 和罗锋和雪翼尊者相视好 二者却都很欣赏对方 说实话呀 与义尊者压低声音 正中道 那非晋王 放出的消息的确很近人 就算是我 如果我是一族 也会忍不住对你下手 嗯 罗锋点头 哎 你看看周围远处 羽翼尊者道 罗锋目光一扫 周围已经聚集了上千名宇宙尊者 远处更多 盈盈看的远处 一些陌生的宇宙尊者 朝罗锋这看来 似乎在议论着什么 只是罗锋根本听不到别人交谈 也正如别人 听不到他和羽翼尊者交谈一样 我敢打赌啊 肯定有很多宇宙尊者 在议论你 羽翼尊者低沉道 特别是那些和你没有交情的 对你有嫉妒心的 都有很多 嫉妒 罗锋眉毛一线 众神山聚集 是分在两处聚集的 一处是我们这儿 在这儿聚集的都是四星 五星 六星强者 一般都是 宇宙初等尊者占领 宇宙中等尊者占领 宇宙高等尊者占领 宇宇尊者 宇宙尊者道 另外一处 则是七星霸主和殿主聚集 也就是宇宙霸主和宇宙支主们 聚集之地呀 罗锋眉点头 他的确没发现周围有一位宇宙霸主 罗锋啊 在这聚集的 最强的也就我这水准 宇宙高等尊者 宇宙尊者低沉道 宇宙高等尊者中 偶尔还有极少数拥有一件质宝 像中等尊者 初等尊者 几乎都没有质宝啊 质宝 一般是宇宙霸主们拥有数件 而你罗锋 你虽然优秀 可实力 还是远不如宇宙霸主 可你拥有的质宝 人人都知道 你至少拥有六件质宝 并且还有灵魂类质宝 甚至于飞行宫殿类质宝 你也可能有 就算是宇宙霸主 怕也极少能这么奢侈啊 你说 在场的这些宇宙尊者 会不会嫉妒你啊 就连我也有些嫉妒了 羽翼尊者笑道 听了羽翼尊者的话 罗锋也笑了 当然 同是人类族群 没几个敢对你下手 可是因为嫉妒 除了一些和你较好的以外 那些陌生的宇宙尊者 恐怕会有意无意的排斥你 羽翼尊者说道 排斥我 罗锋轻声的问道 他们纯粹是不愤 血翼尊者道 那就用实力 让他们服气 罗锋道 待着将来 我媲美宇宙霸主 甚至比宇宙霸主更强 相信 他们面对我只有恭恭敬敬 都不敢生出不敬之心 哈哈哈哈 恐怕要等你突破为宇宙尊者了 血翼尊者笑道 罗锋转头 看向远处 哎呀 至少六间制宝啊 当初那罗锋被费尽王 在九幽时空追杀时 那时 他还没得到宝藏 也没得到 雷之兽神赐予 可当时 他就有三件制宝在身 特别是那灵魂类制宝 凭他当时一个借助 他哪有能力 自己去得到制宝 肯定是强者赐予 对 混沌乘主未免太偏心了 灵魂类制宝 怎么能这么就赐给一个借助 我们众多的宇宙尊者 可连普通制宝都没有 他借助时都能得到一件灵魂类制宝了 像巨幅斗舞场 宇宙第一银行 宇宙星河银行 宇宙拥兵联盟等 其他四方致力的超级强者们 特别是和罗锋都没认识过的 更是无所顾忌 和自己的朋友们 谈论着这事 越是议论 他们越是不平 凭什么 当初才借助 凭什么就得到三件质宝 特别是灵魂类制宝 人类族群中 有好些宇宙霸主 都没灵魂类制宝呢 就算你混沌城主自己的宝物 也不能这么来 这不服众啊 虽然暗地里有各种不满 可却没有一个 直接去找混沌城主说这事 已经 混沌城主 乃是虚拟宇宙公司 这一方的最高地位强者 那里是他们 敢去招惹的 时光流逝 众神沾上 聚集的宇宙尊者 越来越多 渐渐逼近最高会议开启的时间 罗锋啊 睁眼尊者走来 老师 罗锋转身 睁眼尊者将周围隔音 连咒眉道 似乎对你在借主期 就拥有三件质宝 惹得很多宇宙尊者不满 特别是 特别是当时 你就有灵魂类质宝 更是引起很多不满 认为混沌城主 上罚不公 要不 罗锋转啊 你去找找你的混沌城主老师 说说这事 看怎么消除影响啊 借主期三件质宝 不公 罗锋哭笑 要不得 混沌城主 仅仅赐予自己一件质宝 还是事无与义 星辰图 塔珠 那都是坐山客给的 特别是灵魂类质宝塔珠 实际上是 星辰塔中的一个重要部件 阵风空间的控制核心 这根本就和人类族群没关系啊 这是 罗锋摇头 自己也没法说 难道说 是坐山客赐予的 这件事 我会想办法的 就算没办法消除影响 也没什么 我总不能期望 所有强者都和我关系好 和我关系好的有 嫉妒的有 仇恨我的有 这也没算什么 罗锋摇头道 那 对你是没什么 真言尊者道 可是 对混沌成主都没有 他借主时都得到一件灵魂类质宝了 想去辅斗舞场 宇宙第一银行 宇宙星河银行 宇宙拥兵联盟等其他四方智力的超级强者们 特别是和罗锋摇 都没解释过的 更是无所顾忌和自己的朋友们议论着这事 越是议论 他们越是不平 凭什么 当初才借主 凭什么就得到三件质宝 特别是灵魂类质宝 人类族群中 有好些宇宙霸主 都没有灵魂类质宝呢 就算你混沌城主自己的宝物 也不能这么来 这不服众啊 虽然暗地里有各种不满 却没有一个 敢直接去找混沌城主说这事 毕竟混沌城主 乃是虚拟宇宙公司 这一封的最高地位强者 哪里是他们敢去惹的 时间流逝 众神山上聚集的宇宙尊者 越来越多 渐渐逼近最高会议开启的时间 罗峰啊 真眼尊者走来 老师 罗峰转身 真眼尊者将周围隔音 联盟皱眉倒 似乎对你在借助期就拥有三件质宝 惹得很多宇宙尊者不满 特别是当时 你就有灵魂类质宝 更是引起很多不满 认为混沌城主 赏罚不公 要不 罗峰啊 你去找找你的混沌城主老师 说说这事 看怎么消除影响 老师 借助期三件质宝 不公 罗峰哭笑不得 混沌城主 仅仅赐予自己一件质宝 还是事无语意 星辰塔 塔珠 那都是坐山客给的 特别是灵魂类质宝塔珠 实际上是星辰塔中一个重要部件 镇索空间的控制核心 这根本就和人类族群没关系啊 这是 哎 罗峰摇头 自己也没办法 难道说 是坐山客赐予的 这是我会想办法的 罗峰摇头的 就算没办法消除影响 也没什么 我总不能期望 所有强者都和我关系好 和我关系好的有 嫉妒我的有 仇恨我的有 这也没什么 对你是没什么 可对混沌城主的威性 是有点影响的 真言尊者道 就算混沌城主赐予我宝物 又没动用人类族群的共同资源 是混沌城主自己的宝物 他愿怎么用就怎么用 嫉妒又怎么样 罗峰迟笑道 更何况 混沌城主老师 拥有这等地位 凭借的是无可辟敌的实力 在初始宇宙 混沌城主 便是无敌存在 单单这一条 便任凭混沌城主 如何偏心 如何宠溺晚辈 他的地位 依旧没谁可以动摇 只是漫成岁月以来 混沌城主 处理事情 一直很是公正 所以偶尔 有一点偏心的行为 就惹得很多强者不满 相反 一些本身脾气乖利的宇宙支柱 既是乱来 也没有宇宙尊者敢多说 众神山上 聚集的强者 越来越多 风 罗峰等数千名宇宙尊者 同时抬头看天 只见天空云雾中 两扇发出耀眼金光的大门 缓缓打开 这两扇门上 有着璀璨星空 举行会议之地 便是在众神山上空 悬浮的那座宫殿中 那便是众神山的众神殿 人类强者 聚 一道灰红的声音 响彻整个天地 众神山上的所有宇宙尊者 瞬间消失 全部被传送进来众神殿中 呼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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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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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周围,一眼看不到镜头的王座,罗锋便坐在其中一王座上,嗯,罗锋双手抚摸着扶手,回头看了眼,这王座椅背上正有着人类通用语,刀和二字。 好多宇宙尊者呀,罗锋环顾看去,发现坐在最下方的大量宇宙尊者,那都是些宇宙初等尊者,他们的王座是最小的,大概两米宽,宇宙中中等尊者的王座则是十米宽,宇宙高等尊者的王座则是五十米宽。 罗锋坐的便是十米宽的,而他的视线范围,仅仅能看到宇宙初等尊者,宇宙中等尊者,宇宙高等尊者。 至于地位更高的宇宙霸主和宇宙支柱,却完全陷入朦胧的云雾中,根本看不到。 我的身体也变得刚好契合着王座,罗锋抚摸着扶手,暗自惊叹,自己坐在十米宽的王座上,刚好双手搭在着扶手上。 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九篇,不朽,第三十一章,原始星。 巨大的圆桌周围,那密密麻麻的神座,共分五个级别。 两米宽,十米宽,五十米宽,两百米宽,一千米宽。 而所有强者的神体,也完全和椅子契合匹配。 其中,天使公主,九封尊者,不死尊者等一些宇宙霸主存在,都是坐在那两百米宽的神座上。 而最高处,巍峨的王座上,一位位宇宙之主,高居最高处。 他们俯瞰着其他所有人类强者,他们便是来自人类族群,五方势力的超级存在。 这一千米宽的诸多巍峨王座,其他全部都是耀眼的金色。 唯有最中央的两座,巍峨王座是黑色,散发着森严的气息。 其中,一座黑色王座上,隐隐有着巨幅雕刻。 座着这王座上的,是一名手指粗大,散乱长发的,好似野人的巨汉。 可他旁边,另外一黑色王座却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座。 其他金色王座上,静杰坐着一个个巍峨身影。 混沌,这野人巨汉,看着左手兵,金色神座上的混沌城主,笑道。 你对罗锋的偏心,似乎惹得不少宇宙尊者不满呢。 他们不满,也不奇怪,灵魂类至宝。 混沌,你的弟子贵依,那也是宇宙霸主实力,他常年跟着你,似乎他就没有灵魂类至宝,他都没得到。 当初仅仅是借主的罗锋却得到,恐怕贵依尊者也会有些不平吧。 不满个屁! 一股直透灵魂的冰冷,弥漫开。 赐予他们宝物,是恩德,不给他们宝物是理所应当。 想要至宝,他们自己去凭杀。 哼,混沌赐予谁灵魂类宝物,那是混沌自己得到的。 该给谁,谁都没资格多说。 依我看,该杀一净白,那跳得最欢的,直接关押到出师宇宙的监狱去。 这就太过了,总不能不让下面尊者议论吧。 他们也没抢夺没杀戮,不至于关押到尊者监狱吧。 那模糊的雾气中,那巍峨的十几座神座上,都一一开口。 诸位,金寺王座上的混沌城主,这才微笑道。 我虽宠溺这弟子,可我做事,大家是知道的。 绝对不会在罗锋,紧紧借主机,就赐予他一件灵魂类之宝。 其他宇宙之主,包括那黑色王座上的巨汉,都看过来。 他们也知道,混沌城主堪称最大公无私的一位,也是最有威信的一位。 毕竟,达到宇宙之主这一程度的伟大存在, 真正有耐心去处理族群琐事,安排族群各种事情的很少,很多宇宙之主根本是懒得多管。 混沌城主,却很有耐心,也一直很受尊敬。 他,借主即使有三件之宝,唯有那事无语义,是我赐予。 其他两件,都是我这弟子寄予神奇,运气逆天哪。 混沌城主道, 啊?他自己得到的质某? 若质某可不是别的,不是寄予神奇,想得到就得到的,一般都是些超级存在,刻意留下的,留给传人的。 管它什么超级存在,反正这宝物,落到我们人类族群手里,就是好事。 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不管是谁留给传人的,这罗峰,不管怎样,首先是人类,其次才跟得留下宝物的存在,有些瓜葛。 难怪呀,我听说混沌赐予罗峰三件质宝,就感到疑惑。 混沌不是这样的人哪,原来如此。 十几座神座上,交谈声一片。 其他尊者都在等着,我们会议开始吧。 两大黑色王座中,那有着巨斧雕刻的野人巨汉,看向左手侧的混沌城主,开口道。 混沌,还是你主持会议。 嗯,混沌城主点头。 数千密密麻麻的神座,罗峰也和旁边一些宇宙尊者交流,知道了最基本的讯息。 这众神殿的神座共分五个级别,能够看到比自身高一个级别的强者身影。 至于对话,可主动和同级别,低级别对话。 比如罗峰,仅仅能和四星强者,也就是宇宙初等尊者,五星强者,宇宙中等尊者对话。 而最低级别的宇宙初等尊者,他们仅仅只能和其他初等尊者对话。 各位,一道温和辉红的声音传递下来。 整个众神殿顿顿是一片寂静。 罗峰一听,便听出,是混沌城主老师。 每次召开最高会议,都是因为足以影响整个族群的大事。 混沌城主声音辉红,传遍整个众神殿,没谁敢开口打扰。 这次最高会议召开,便是因为原始星即将开启。 原始星即将开启,几乎所有宇宙尊者脸上都露出震惊色。 原始星,乃是我们浩瀚宇宙的核心之地,是亿万族群争夺之地。 这次开启,也同样不例外,想要得到质保,想要对族群有大贡献,这机会来了。 详细讯息,大家可以先浏览一下。 混沌城主说道,所有普通人类,不朽神灵,都是享受资源者。 如普通人类,可以享受和平,享受安定,向不朽神灵们表现优异者,可以得到超级强者的指点,教导,甚至于宝物赐予。 他们都是享受资源者,一旦跨入宇宙强者行列,位列最高会议,那么就代表你成为人类族群的骨干。 人类族群,需要你们真正强者的贡献,只有你们的贡献,才有亿万人类,历代天才,无数不朽的资源共享。 你们凭生死,去夺得宝物资源,献给族群,一切都将以贡献职记载。 你们也可用贡献职,来兑换一切所需要的宝物资源。 刀河王罗锋,在你刚刚加入最高会议时,你就失去了之前天才身份,而可以大量享用资源的配额。 从这一刻起,你也是我人类族群的超级强者之一,你完全有实力,为我人类族群,做出巨额贡献,完全可以靠贡献职,来兑换所需要的资源宝物。 罗锋看着两份资料,一份有关原始性的资料,一份有关贡献职的详细解说。 显然,只有与会心人,向罗锋,睁眼尊者这些第一次加入最高会议的,才会得到这份有关贡献职的详细解说资料。 贡献职,罗锋轻声道。 是啊,整个族群,如果个个都是想要好处,想要族群赐予,那么到底谁在贡献? 罗锋明白了,就仿佛一个原始部落的成人在外猎杀,富人种植,孩子可以享用。 而一个族群,超级强者们贡献,那些天才们,弱者们,普通人们可以享用资源。 只有跨入宇宙强者之灵,才会开始给族群贡献。 很好啊,罗锋轻声道,这样非常好,老实占便宜,真是没意思。 原始星,罗锋眼睛发亮。 宇宇宇宙还真是神奇啊,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有原始星这样的地方。 一万零八十一颗原始星,最接近宇宙本源之地的神秘之地。 当最高会议上的人类族群,所有超级强者们,为之震撼时,混沌城主终于又开口了。 原始星开启,离现在还有整整十年。 在这十年中,大家可以做准备,比如能够互补的数名强者组成小队, 比如和一些不愿去原始星的强者借用宝物等等。 一切都在十年内准备吧。 十年后,我人类族群便将进军原始星。 混沌城主道。